应该是这个最近是最流行的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呢 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 那在这里呢 朝鲜族民俗在这里世代传承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 严吉除了因为这里有美食美景 更是因为有丰富多彩的民宿文化 今天呢 小新就请到了我们的 严吉一日推荐官新丹 让他这个本地人带着我 一起来感受一下严吉的魅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严吉的一日推荐官新丹 非常荣幸 今天能带小新和大家 来打卡严吉 那为了沉浸室 让小新沉浸室体验咱们严吉呢 先变装一下 变成一个漂亮的朝鲜族公主 然后再去打卡严吉 那我就让兴丹老师帮我挑一件 那它具体长什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变装完成 衣服已经换好了 那将要打卡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那第一站我们去哪儿 对我们最近严吉被大家认可为网红城市 但还有一个别名叫县咖之王 严吉是一个县级城市 在全国县级城市当中 我们严吉的咖啡店的这个数量是 全国第一的 达到了五百六十多家 那想让小新第一站 就体验我们的严吉咖啡 好 那我们去尝尝看 走吧 那刚才我们咖啡师 已经给我上来了一杯咖啡 我看到它其实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咖啡 和打糕去做融合 对 我们的打糕呢 属于是老字号 那我们的咖啡呢 属于是黑马 雪冰也是一个美食界的黑马了 所以把它们就是老字号和黑马 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我们当地的特色的咖啡 是咖啡文化 它好香啊 对 其实你会觉得 它本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 但它都融合得非常的妙 在我们当地呢 这种图特的融合 咖啡融合文化会很常见 炕上吃洞梨是我们东北的一大特色文化 所以结合到我们这样一个雪边 目前比较火的沿边的打卡项目 然后我们整合成了一个洞梨雪冰 我们现在呢 在沿边博物馆 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延级的打卡地 之所以选择沿边博物馆 是因为它蕴含着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现在看到结婚证呢 都是红色的 这个展规里展出的白色的 是过去的结婚证书 这是因为呢 朝鲜族崇尚白色 认为白色是干净纯洁的象征 所以过去呢 他们的婚书都是用白色的纸来婚写 那为什么推荐大家来到我们沿边博物馆打卡呢 那是因为来到我们沿边博物馆 可以更加的直观地去了解 我们当地的朝鲜族的民宿风情 民族文化 在我们馆内呢 也有很多场景还原 能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来了解 朝鲜族的民宿风情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打卡点 也是我们的网红弹幕墙 那小心可以看到 我们网红弹幕墙 有70多个朝鲜族的牌匾 那在这里拍照的话 无论冬天或者夏天 雨天还是冬天 都会呈现出非常漂亮精彩的一个照片的 那今天呢 您带我打卡了三个地点 那在这三个不同的地点 我感受到了朝鲜族不同的民俗文化和魅力 除了这个三个打卡地以外 其实严谨有更多精彩的打卡地 来等着游客们来体验